传媒的发展 我现在所看到的 我想不会超过三年 将来你们手机都可以能收看微信电视 都可以能收看网络的频道 没有障碍了 无论在什么地方 你都可以听经 你都可以学习 你都能够收到自信 多方便 这个禁书已经开发出来了 还没有普遍 我的想法顶多三年就会很普遍 那我们就要警示道 我们利用这个来讲经教训 这都能方便 不必要几道道场来 随便在那里都能够学 古今中外 这些大事 他们的成就 你一定要想得 那种正在那里都能够学到自己的方向 那我们的方向 也许到自己的方向 都是自动自发 寻规掏矩 所以我们常常赞叹老师人 老师人肯定有成就 他不胡思乱讲 他能够遵循父母思长的教会 一条路走到底 没有一个个成果 佛在经上告诉我 菩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疑虑 你对于你所修学的法门 经教 如果有疑惑 有顾虑 你就不能成就 什么人能成就呢 没有疑惑 没有过日 勇猛 精进 顾顾成就啊 我们细心观察 古今中外成就的人 我们细心观察 古今中外成就的人 用这一句话做标准 几乎全部复活 没有一个例外的 那么这一句话就变成真理了 只愿我们肯相信 不怀疑 没有一个成就的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